監視器畫面上一名騎機車的男子 到巷子內下一秒 把一個黑色包包丟在地上又騎走 原來十分鐘前 他才把這個包包給偷走了 這名四十五歲的秋姓男子 在四號晚間八點多 在台南安南區吃完飯後 看見有民眾將包包掛在機車上 偷走後逃逸 十分鐘後又變裝回到現場 帶施主找回施竊的包包 沒想到可能只是假好心 因為包包裡面三萬塊現金 不翼而飛 變裝穿著黃色外套返回現場 帶同施主前往附近巷內 找回施竊包包後 隨即離開秋嫌坦承放案 調查後全案一切到罪嫌 寒送台南地捷署偵辦 警方調閱監視器 鎖定嫌犯後 在福安路上將他攔下查棄盜案 嫌犯坦承偷了包包 聲稱良心不安 才又帶施主找回包包 但裡面到底有沒有三萬塊現金 雙方各說各話 警方也一切到罪 將嫌犯移送法辦 三立信王少宇 陳圓安 台南報導 警方的官員 警方縫裏 夜門真寄 戯